這十年前我們在說 圖書定價制的時候 沒有出版社要出來 那時候好像我們開搜尋的人 要站出來 十年後出版社都站出來 就是因為出版社殺到堅固 他真的有疼 是不是我們網路時代 市場法則已經收到扭曲了 你不會搜 你不是要賺搜錢 你不會搜 其實是要賺百項 你跟我的競爭不是在搜 我不會搜 你賺錢 其實是賺百貨的錢 賺那些網路的消費者行為模式的錢 從以前有四百億 兩百億 到現在一百百億 將近那二十年 真是六十年 我現在才感覺好像有到鼓勵 很多人都在網路買過搜 網路買台也很順序提供優惠打折 不過電商買台 翻頭要出版社跟李孫又掛出來 出版社都要賺不了 找立委做會來開講聽話 電商平台沒有店面的空間 它的成本跟一般的搜尖不一樣 所以他們在打擾的時候 可能會想說搜尖的成本 還是出版社的成本 電商折扣站 將折扣壓得過低 就會影響到出版社和作者的合理分潤 當作者沒有辦法擁有 合理分潤的時候 他們可能也不願意 繼續相關的文化生產 出版業者的李孫已經 共買好電商買台的買到無賠 他們希望政府訂出倒數打折的制度 才會維持產業正常發展 在現行的防御架構下 出版產業能夠整合出一個 所有業者都能夠遵守的商業規則 賣出版品的網路平台的業者 都願意予以尊重 無法沒有開很多次的協商會議 不過問題又如何不解割 日後十幾年的實體設定不耐在等 自己到處找到新增路來辦法 今天是張智先生 謀殺專門店系列獎座第二獎 禮拜時 由何採點的這張演講 細細境外的空間 人家是閃閃閃閃 基本上在社會溝通的前提 你獨特的角度原因 是為了要一個 entertainment 這個歷史是一個演化的過程吧 那我會把中間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那個Big Bang 那個物種大爆發的那個時間 定在柯南道爾的富爾摩斯 張宏志說到高點政壇 內容精彩 台下的聽眾 都聽到興奮啪啪 眼睛眼睛看 只要電影有碰觸到的議題 你都要去了解 政治 經濟 歷史 各種生態 科學 環保 各種宇宙 太空 所以有相關的數 就會在那裡進來 經濟推薦 白加筆 隔不三十萬元港 小檢如果在不小 尖正地和一段開小檢的附近 十年前就在思考 實體小檢的未來 因為日空空半年 都在合作 生立獨立小檢聯盟 日空一三年 以臺灣獨立設定文化協會名義 參加國際設定 日空一四年 又生立優先輸業的學作者 跟世間設定 渴望來方便進會 經濟商不太願意 跟我們這一家兩家合作 往來 就是規模太小了 它明確要求有出貨門檻的話 對獨立書店來講 又更困難 也許我們成立一個合作社 剛開始就類似用團購的方式 就是大家湊量 湊量那就很容易達到出貨門檻 大概有幾秒下 我現在要出貨門檻是這三貨門 稍後檻名把它檻出來 準備放雞蓋到的包裝材料 第一時間裡面就能出貨 辦公室的圖案 讓出貨門檻來檻 擺擺擺擺擺 如果穿口的康圍 也讓原工放買來檻 因為合作社採購是你家製作 你可以透過電腦系統 你可以訂購 我們就說差不多兩千塊 那已經達到這個門檻了 我們的職員樓 可以幫你合部 切已經把你夾到你的檻檻 這間檻檻檻主門一本 已經訂兩本 合作社結合社員的力量 才有資料跟出貨社賣檻 不過最近幾年進貨成本變大 銷量率是一直在減少 以前我們一本檻 差不多平均可能320元 但現在都變成450元 其實這半年我們自己看 我們自己的報表 就發現說 數字是衰退的 差不多有30萬到50萬 一個月這樣 檻架小便幾买的人也多來多少 不過以前改進了後 每個月有獨立檻檻想要加一個合作社 其實美國的賓軍 都有差不多3到5的社員 想要來申請說要加入 我們合作社 因為是泰檻檻 這間開在台東地上的檻檻 走走地上 今天有一個特別的人物 在搬檻 拜六星期地上要搬檻 路正傑跟他們太太 伊真 掛定跟店來檻都搬去現場 他除了有吃喝音樂以外 如果還有更多比較屬於靜態的 就像一些知識性的東西 它是我們比較想要表達的 阿嬤兩人是吃這個主辦人 他們要搬檻 穿吃室 還要和大家討論外面的社會 有些是真沒用 不過要搬哪一款檻 他們管哪有自己的堅持 在東部辦的這些活動 我們大部分還是鼓勵 就是不要用那些一次性的餐具 我們還是希望完全是 以對環境友善的角度下去做 所以書的類型其實也可以配合這個 去做特別的選書 然後讓大家去做翻閱跟閱讀 四集就是讓來參加的人 經驗的人了解 我們在台東過什麼生活 這次說我買東西 裡面有茶 跟茶有關的這個就有一個 茶的專門的一窟 這樣 他們這種風向生活的想法 就像是朋友來小櫃 用一個很寬敞的每一個人客 老闆娘有6天的照片 這間特別的照片 誰人客來驚到現場 不過天氣不太暗算 那準度就落後 要怎麼處理呢 一些調整料 它B 不可以說 你 teaspoon這架吧 剛才前到穿好的衝打布 電口開 所有的設計都要蓋好 這不是他們第一次的擺打 回去的方向 都會再給菜 搬出去買 因為他們認為實體空間 更好典現他們的循環 我認為的書店 其實它還算是一檔展覽 就是這個書店主人說他的風格 東部這八年 其實慢慢開始結束所謂地方的一些部落文化 還有生態還有食物相關的 我開始對這些產生好奇 所以我開始買這些書 在最有那個阿美族 然後客家人和平舖族 這些阿嬤都很厲害 你要學他們都很歡迎 這都是我自己的生活 對 如果剛好你來你也有教他 這樣剛好我們就可以做回交流 兩個外地人在地上這個土地 食材結婚 對他們阿嬤來說開書店 順便是在分享他們的感受 和生活經驗 想不到電動是什麼 更多人起來 夏天的一頭燭燕燕 小店剛開門人家就一宗接一宗一宗 店來人家麻麻都是因為這間阿嬤 那天去一家朋友狂推的書店 它在北側旁邊的小巷裡 很不像一個書店 很像一個民宅 實際進去好漂亮喔 這間阿嬤介紹小店裡面的總紅 也分享小店讓人感覺是不是更萬一 通常去連鎖書店逛書的話 都只能看緣分啊 或是看排行榜 但在這裡我覺得任何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書 這是很難得的一件事耶 看垃圾的人超過百萬 也帶動小店的人在搜尿 滴滴唱館 我的朋友就說 你們是有跟廣告是不是 我現在也有看 我說沒有啊 我們小店沒有什麼錢 哪有可能可以下廣告 對那時候很開心 我現在說喔 這樣不得了 我們小店的人越來越多 拜六的時候 外面有人在拜堆 老闆把他們 對特本菜的順法 甚至抓到營館 他也鼓勵人家 去混雄新得 只不然是賣 就透過人跟人之間的交流 跟車的隔壇找到回來 我們經營最大的 其實是幫助家 社會這樣幫助家 人說發言 他自己沒有在投資 這是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跟網路書店不一樣 開廣告就是一種社會結論 你要讓人來看書 你要讓人進來 人家看書 因為開廣告對這個社會 是有意義的事情 本科讀國際目的一個店頭家 他看現在書的介紹 去讓電商北台 黑白發覺 太敢亂七八糟 他因為這樣 吃不正常 是不是我們網路時代 市場法則 已經受到扭曲了 但是不是 你不會找 你不是要賺的錢 你不會找 其實是要賺百貨 你跟我的金錢 不是在找 我不會找 你賺錢 你其實是賺百貨的錢 賺那些網路的消費者 行為模式的錢 本來書可以常銷的 現在變成短期銷售 那麼他的賣量就會減少 那對出版社來講 他出多元的大量的書種 可能不是一件賺錢的事情 那他在出書上面 可能就會更謹慎 折扣站跟這個書室的萎縮 就會減少我們作家的創作的量 減少我們自己這種 台灣的這種自產的書籍的多樣性 那是不是長期發展下來 我們以後要找自己 台灣的小說IP來改變的選擇 也會受限 插不然是上品 文字內流也是屬上的精華 是發展文化的地 那正因爲商業競爭 頂競爭 市場繼續擠下去 思考創作靈力也會減少 將基本的順勢最多 是台灣的討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